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中內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的日期是7月17號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 就獲得共和黨正式提名他 參選美國總統的幾個禮拜之前 接受彭博的訪問 他就將特朗普經濟學 總結為低利率和低稅庫 並且有巨大的激勵措施來做到這一點 並且會將生意帶回國家 特朗普早前就曾經批評鮑威爾 在考慮減息的時候 有意令到民主黨在大選當中獲得優勢 上任之後就說不會委任他出任聯儲局主席 但是他最新就表示 若果再次入主白宮的話 會被鮑威爾完成任期 特別是如果認為他是在做正確的事情 特朗普又透露 會考慮 由摩根大通行政總裁戴蒙 出任財長 特朗普以前就曾經批評這個大蒙 說他是一個名過其實的全球主義分子 他就說 現在已經改變了看法 特朗普還指出 希望吸納多些 前商界的領袖去入到政府 關稅方面 特朗普就說 除了對中國貨品徵收新關稅之外 也都會對歐洲以及其他國家的進口產品 徵收10%的全面關稅 他就指出 難以相信很多人對關稅持有負面看法 他就強調 關稅對談判是好事來的 又聲稱一些原本持有敵對看法的人 和國家接觸他 希望取消關稅 特朗普就批評 歐盟不願意進口美國的汽車以及農產品 是造成超過2000億美元貿易逆差的主要因素 上任之後 也都會對歐盟徵稅的 另外 特朗普也都談及 上個月 在中國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開設帳戶 他就指 他自己支持TikTok 因為市場需要競爭 如果沒有TikTok 就只會剩下Facebook 和IG 以及Meta的行政總裁 朱克伯格 另外 特朗普就提到 2017年 他將企業稅率由35% 下降到21% 他就希望 將企業稅率進一步下調到15% 但是如果這個目標太難實現的話 他亦都接受降低至20% 就說他喜歡這些簡單的數字 這麼說 我覺得這一篇的報導 挺看到特朗普的一些做法 或者叫做重要政策的方向 一方面 有利於他的那些人 就有得留下 不利於他的那些人 就可能要割 之前可能做的事情是有利民主黨的 即是甚麼意思 即是不利特朗普的 所以就兇他 你就不要再出任 甚麼主席 但如果 他認為他正在做正確的事 是可以讓他完成任期的 即是甚麼意思 即是你聽話的話 是可以留下的 是這樣的意思 是吧 談判了 另一方面 就是你會看到 即是特朗普的大方向 其實呢 他是為那些企業家 去找利益的 上一屆呢 也有些分析就有說 特朗普其實是幫 那些美國企業家 或者叫有錢人 去找利益 大幅度幫他們 減稅 那麼美國總統是有個責任的 就是你是可以 減稅的 即是減少了美國政府某些收入 但是作為美國總統呢 他也都要有一個責任 就是他要增加另一些的收入 去平衡這個數字 那麼他減了有錢人的稅 那麼他怎樣平衡這個數字呢 他又不敢死去加 基層或者窮人的稅啦 是不是呢 那麼他怎樣做呢 我認為呢 Trump Trump包裝得挺漂亮的 因為大家想一下 就是 他減了有錢人企業家的稅 然後大家都知道 他就大幅度增加中國貨品的關稅 甚至乎 他接下來這一屆 那麼他就要再減企業家的稅 然後 可能中國貨品都加到都瘋了 都不能再加了 那麼接下來看一看 全面增加 包括其他國家 甚至包括他的盟友 歐洲 都要加關稅 那麼大家就要想 那些的 例如中國貨品 平靚正 其實他增加了關稅 是誰埋單的呢 其實是美國民眾埋單的 特別是是基層 那些中國貨品平靚正 原本可能是我 10元就可以買到的 給政府加完的關稅 可能現在要15元 或者要20元才能買到的 我當是加了一倍 我當是 那麼這個時候 其實是美國民眾 去埋單 從而去滿足這個關稅 而最後那些利益 就去了 那些企業家 或者叫有錢人身上 實際上 他都是在做 那些利益 給了有錢人 然後要那些窮人埋單 但是他包裝得很漂亮 也都利用了某些政治正 就是美國的政治正確的口號 從而去完成這個過程 所以我覺得 不論你喜歡不喜歡Trump Trump 他包裝得是挺漂亮的 這個位置 但是另一方面 也都這樣說 就是 講到尾你會看到 Trump Trump 其實都是看利益做事的 你說 政治正確 整個好的包裝 實際上窮人埋單 利益去了有錢人那裏 那是一件事 但是你如果說 去講 美國的政治正確的話 要組織TikTok 其實都叫政治正確的 但是你又看到 Trump Trump 就要補TikTok的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 TikTok是有利於Trump Trump 大家就回想一下 相信大家都記憶得到 就是 他上一任可能選到最後輸了 大概的時間 有一段時間 就是 美國的社交媒體 封殺特朗普 對特朗普你怕不怕? Trump Trump怕不怕? 當然怕 那麼TikTok呢 起碼是沒有封殺 Trump Trump的 是不是? 即是TikTok 怎麼會做這些事呢? 即是你們吵架 你們的事 我是個社交平台的 那麼 只是我不封殺你 就已經是有利於Trump Trump 所以 他寧願是 保住 TikTok 那麼 那些 其他美國社交媒體呢 反而 其實是 Trump Trump的敵人 所以你會看到的 他又是利益驅使的 我對自己有利的時候呢 是不是都是正確的 好啦 在下一則的消息 好刺激 就是 農夫山泉 即是賣水這家公司 巨無霸 砌香港 銷委會 報道就說了 香港銷委會 起最新一期 選擇月刊 測試30款 遵裝水 在消毒劑 殘餘 以及 副產品測試當中 發言 百歲山 以及 農夫山泉的 臭酸鹽含量 達到 歐盟上限 銷委會就指 攝取大量臭酸鹽 可能會引致 吐心 腹痛 嘔吐 腹射 嚴重情況 甚至可能會影響 腎臟 以及 神經系統 農夫山泉 在昨天 就發文 表示已經 委託 香港律師 要求 銷委會 向 農夫山泉 以及其消費者 鄭重道歉 農夫山泉就說銷委會有三大錯誤 適用標準錯誤 適用判斷錯誤 還有明顯的主觀誤道 銷委會得出的結論是極不科學 也都極不嚴謹的 農夫山泉在他的微信公眾號那裏發佈了他們的律師涵 律師涵的三大重點 第一點 適用標準類別錯誤 文章表明 被檢測的農夫山泉產品 為 飲用天然水產品 測試結果表格當中 該產品的成份 也都明確標注 天然水 豁湖深層湖水 但是 在評價的時候 卻將它放了起 天然礦泉水的序列 去跟不同類的產品做比較 並且適用了 歐盟天然礦泉水的標準 事實上 農夫山泉飲用天然水產品 即使採用歐盟地區的標準 也都應該適用歐盟飲用水安全標準 而不是天然礦泉水的標準去評價 而根據歐盟飲用水的安全標準 湊酸鹽的安全含量 為不超過10微黑每升 中國 中國香港地區 美國 日本 世界衛生組織等 各類飲用水的安全標準當中 酬酸鹽的安全規定 也都是 為不超過10微黑每升 而農夫山泉飲用水 天然水產品 為 3微黑每升 是完全符合以上 各國各地區 飲用水的安全標準 是屬於 優質 合格的產品 第2點 就是標準 判定錯誤 農夫山泉飲用水作為生產 以及銷售 中國內地 以及 中國香港地區的產品 必然以 所屬區域的 法規 為優先 適用標準 農夫山泉產品 嚴格符合 中國內地 以及 中國香港地區的 生產標準要求 所有 瓶裝水 出廠之前 都需要經過 消毒環節 目前行業 主要採取 臭氧 殺菌方式 香港銷委會 強行 將 中國香港地區 銷售的產品 套用 並不適用的 第3方標準 妄顧不同法規要求下的 生產 技術背景差異 並且 不考慮 臭氧處理的效應 得出的結論 極不科學 也都 極不嚴謹 進一步講 即使 如香港銷委會所講 套用 歐盟天然 礦泉水標準 去進行評價 農夫山泉 天然水產品 的臭氧鹽含量 是依然 符合規定的 文章就在明 該次的 農夫山泉 天然水產品 的臭氧鹽 檢測值 只是 3微黑 每星 這一個 遠遠低於 歐盟 同類產品 控制標準 在10微黑 每星的 中位線以下 體現了 農夫山泉 天然水產品的 良好 品控能力 產品品質 符合 各國家 以及地區的 安全標準 第三點 就是 評價語言 不專業 有 故意的誤導性 任何標準 只有合格 或者 不合格 使用 上限 或者下限 是 明顯 故意錯誤 有意 誤導 香港銷委會 在進行 評價的時候 回避 直接表述 合格 與否 這一個 重要的結論 卻 故意混淆 安全標準 使用 達到上限 這一個 極容易 導致消費者 誤解 產品安全性的 不嚴謹 表述 更甚者 香港銷委會 在文章入面 用語 十分不專業 接著的評論 就說 多用 過量食用 臭酸鹽 會引起 噁心 什麼 是多呢 香港銷委會 官方發佈 文章語言 使用 這樣的詞彙 實為 非常之 不負責任 不專業的用詞 律師鹹的內容 還說到 香港銷委會 做這樣的表述 顯示了 明顯 有意圖的 引導性 香港銷委會 發文之後 在香港 以及內地 廣大消費群體當中 造成恐慌 為農夫生存 這樣的產品本身 完全合規合格的企業 造成 巨大損失 律師鹹最後就說到 香港銷委會的行為 已經 令到 農夫生存 造成 巨大負面影響 農夫生存要求 香港銷委會 立即 作出澄清 道歉 並且 消除影響 否則 農夫生存 將會採取 進一步的 行動 另外 有媒體就報導 香港銷委會回覆查詢的時候 就確認 接獲 農夫生存的 律師信 驗證進行研究 以及跟進 並且重申 不論 月刊文章 新聞稿 以及 其他 傳訊文件 以至 銷委會上的 發言 都清楚 指出 全部 30款 測試樣本 沒有發現有害物質 超出世衛的 相關 準則值 所有樣本 可以安心飲用 文章的重點 為 各樣本的 性價比 以及 瓶裝水的膠樽 對環境 所構成的影響 並非 產品 有 安全問題 這樣說的 這裏 Simon 當媒體的報導 就是 銷委會 回覆的所有內容 我所看到 銷委會 是沒有 明確 這樣說 是不是 將農夫生存 那支水 擺錯了 類別 然後 簡單 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 在農夫生存 那個微信 公眾號 下面 都有 網民那些留言 就說 農夫生存 三微黑 你就說 他是達到 歐盟標準上限 豁胡 你又特意不說 別人是合格的 只是說到上限 但是 其他牌子的 兩微黑 你就會評價 他是遠低於 世衛標準 十微黑的要求 如果 兩支都是同類型的水 你看到 兩個這樣的評價 有沒有差異呢 有沒有誤導性呢 是不是有意誤導呢 就自己 衡量了 Simon 大膽地 幻想一下 這件事 接下來將會是怎樣發生 怎樣發展 我自己覺得 第一 我覺得 如果你真是擺錯類別 我覺得最好的一件事呢 就是 香港消委會 迅速跪低 因為你迅速跪低 我真是 文件處理錯誤 擺了你另一個類別 用詞有一點不專業 那可能寫那份稿那個呢 就要刺了 但是你起碼都 立即按下了一件事 第二件事 消委會 研究 緊些什麼呢 肯定就是 研究 農夫山泉 告他不入 的可能性 是不是 是不是說 我當我 真是擺錯類別 歌之水呢 我就形容他 遠低於世衛標準 什維克 但是你呢 我就說你是 達到歐盟標準 的什麼上限 還要是擺錯類別 我也這麼說 我也要搞到你 告我不入 拖死你的農夫山泉 會不會是這樣拖下去呢 就不知道 就是一個可能性啦 因為補充一點資料 現在呢 就有一種說法 就說呢 有人在追擊 農夫山泉的 那現在呢 香港 銷委會 弄一篇這樣的東西出來 一堆打手就引用 Lady Pond 的了 OK 如果銷委會 繼續拖下去 然後農夫山泉 就不斷被人追擊 是不是 局面就是這樣 第三樣東西 可能 某些 政府部門 可能有些人呢 都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農夫山泉就說 是有意 明顯有意誤導 那就是有意做這些事情啦 那可能呢 某些政府部門就擺明就是做一些壞事 那可能要上面的人出手 叫某些部門 你給我趕快跪下 我想的方向大概是這樣 當然還有一個可能性 農夫山泉列出的那些數據 是錯的 是不是這樣呢 那這裏呢 幾個可能性 大家覺得 你覺得 事件 接下來會怎樣發展呢 你又覺得 香港銷委會 那些用詞啊 或者 是不是擺錯類別啊 等等 有沒有誤導了別人呢 有沒有導致農夫山泉的損失呢 可以在留言區說一下 這裏你幾刺激的啊 農夫山泉大戰香港銷委會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還有影片的朋友記得留言贊同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